韩国网红宋志亚因参加Netflix业爱实境节目Singles Inferno走红,白富美形象深植人心,不料却被抓包穿戴假名牌,删光社交媒体内容后,神隐长达半年。 早前有传他将出道,而韩国经纪公司Subline在5月10日正式宣布与宋志亚签约,他成为影帝宋康浩,少女时代成员Tiffany,Honey,王嘉尔等人的师妹。 最近假包问题因为台湾女星王思佳再次引起关注,而宋志亚的爆红倒消失到出道,说明其实包的真假不重要,油量才是最真,最重要的吧。